秋冬天,大家一定要多吃红薯 大家好,这里是珍爱小树梁 红薯平时不管是炖汤喝,做甜品或者烤着吃 每一种都是非常的美味 那今天呢,我就用红薯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做法 不用油炸,比包子简单,比油条好吃 大家不妨跟着视频一起进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几个从树上采摘下来的红薯 这个红薯呢,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红薯红薯 烤起干净之后,我们先把外皮给它敲掉 这样子呢,我们再给它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全部削好之后呢,把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平盘中 接着我们再用手稍微把红薯给它整理一下 给它整理的平均一点,平铺一点 这样一来红薯就会熟的更快一些 整理好之后,直接把它放到一个蒸笼中 然后扣上盖子 然后开大锅了 接下来我们就先把红薯给它蒸熟 红薯中熟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洗出来 然后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这个红薯中熟之后呢,里面的重量是500克 接着我们再洗漱一根古老的擀面杖 然后把红薯给它压松细腻的红薯泥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倒入三勺的白色石糖 当然,如果有不喜欢吃甜食的朋友 这一步我们可以忽略 然后再次用擀面杖一直给它倒散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倒入200克的糯米粉 然后直接下手给它搅拌均匀 如果在搅的过程中呢,面粉要是有一点干的话 我们可以往里面倒入数量的开水 然后一直把它揉从这种爆松团 不散开的面团就可以啦 像这样子就差不多啦 先放一边被晕 接下来我们再洗漱一个干净的大铁盆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的玉米淀粉 跟着再来一勺糯米粉 然后再用勺子均匀的给它搅散 把面粉、淀粉全部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先给它放一边备晕 接着我们再揪洗一小丢的面团 然后再像视频中这样子 把它晃在手心上 然后一直把它团绳这种颜柳柳的小圆球 然后再把它放入托盘中、铁盘中 接着我们再将整个托盘给它拿起来 前后左右不停的给它摇晃摇晃 一直把它摇绳 让里面的每个小团球都能够裹上一层干淀粉就可以啦 红薯这样子做起来 我们一次性可以做做一些 如果吃不完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一个干燥的保鲜盒中 视频制作补衣 如果大家觉得我做的和讲的还可以的话 那就劳加您发财的小手为我点赞鼓励支持一下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支持都是我闲尽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就这样子 吃不完了 全部给它装进容器中 跟着我们再扣上盖子 扣上盖子之后 再把冰箱给它放进来 这样子保存起来 给它放个一连半载都不会坏掉 等你享受的时候 然后我们随时随喜特别的简单方便 接下来我们先往锅中倒入数量的骨筋水 然后扣上盖子把它阻开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再准备半多的银耳 给它放入碗中 往里面倒入数量的薪水 再加入一小勺的食用盐 再来两三滴的白素 加入食盐进入砂丁进入消毒 而白素它的吸附能力比较强 它可以把银耳女院的脏东西杂质 先附给它吸入酥奶 捉匀之后 先给它放一边浸泡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洗漱一小把 淘洗干净的红枣 先把它改刀 切成厚厚的薄片 顺便洗一下盒子 这样子呢 小孩子老人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看一下这回的水也已经烧开了 跟着我们再把淘洗干净的银耳 还有这个红枣 一起给它放入锅中 小花煮开之后 跟着我们再往里面加入50克的冰糖 搅匀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做好了小红薯球 一颗一颗的给它放入锅中 然后再用勺子 稍微的给它推动一下 防止它粘连在锅底 然后再开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熬煮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一直把它煮到红薯球 完全熟透飘起来 把它煮成这样子就可以 熟酥妹妹抢用了 即便熟了放银耳红枣 同时呢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也是可以的哦 家里有红薯的 不要再烤着吃了 可以试试这个新做法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哦 做法不仅简单 而且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暖暖暖的 香甜又营养 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呢 坐上一碗起来吃 真的是暖清又暖味 吃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当早餐 可是比油条还要好吃哦 真的是太香了 看到这里口水忍不住都已经流了出来了 不错了我要赶紧吃了 如果家里有红薯了 那就赶紧抽上起来给家人做上一份吧 吃在嘴里真的是暖到心里 好了那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这个地方第二天 我们下来点赞 vais